全智龙Janny被暴以恋爱一年 网友取名龙丹妮 经纪公司回应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原标题 全智龙Janny被暴以恋爱一年 网友CP明都取好了 经纪公司回应来源 正观新闻2021年的开年 地社报道了玄冰与孙艺珍的恋情 随后不久孙艺珍和玄冰承认了恋情 两人是在拍摄《爱的迫降》的时候 因为长时间的接触 在戏拍摄结束之后对对方恋恋不忘 所以思量许久之后开始交往 这才二月份 地社又独家爆出了JD和Janny恋爱的重磅消息 两位都是韩语顶流爱豆 这样的轰动程度可想而知了 熟悉韩语的吃瓜网友们都知道 地社独家爆料恋情消息 基本都是掌握了多手的证据才会发出来 越是否认地社就发出来更多的证据来捶 对此 两人所属社YG娱乐做出简短回应 因为是一人个人的私生活 所以公司确认起来比较困难 还望谅解 网友纷纷猜测 YG是怕否认恋情会立即被地社放实锤 才故意做出模糊回应 消息流出后 有粉丝直呼房子塌了 也有粉丝表示祝福 还有看热闹不嫌世大的网友 为这对CP起名龙丹一 根据地社的爆料 GD Janny从所属公司前后被发展为恋人 现在两人已经恋爱一年了 地社的记者 蹲守发现了GD和Janny隐秘约会的场所 两人的秘密约会地点 大部分是在家中 在GD居住的汉南洞高级别墅中最为多 GD在汉南洞这里的高级别墅顶层套房 有独立的停车系统 别墅的共用停车场是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隐秘性非常好 一般不容易暴露出来 Janny把自己的座驾登记在GD的独立停车场 Janny无需通过认证程序就能直接通过正门 就能够直接进入到GD的独立停车场 然后在这里通过专用电梯 就能够直达GD的顶层套房的大厅 根据地社的报道 Janny的约会时间都比较少